高雄民生醫院驚傳開錯刀 讓不少民眾擔心看病會踩雷 不過根據最新調查 民眾到醫院看病最害怕的事情 十大排行 開錯刀或給錯藥 竟然只排第七 第一名是無止境的等待 開錯刀本來不嚴重的 弄得更嚴重的 婦產科的話 等兩三個小時也是有可能 不少人反映醫院看診等很久 以台大醫院來看 常常塞爆的是心臟科 內分泌科 要等一到兩小時 星光醫院則是心臟科和小兒科 也要等半小時到兩小時 有些病不會好 不會好就一直累積累積累積 他的病人 自己偶爾也去看過 通常是一個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都有可能的事情 不少人生小病 會到一般門診看病 以台湾診所來看 傳染病高峰期 平均要等40分鐘 淡季平均10分鐘就能結束 如果是急診 香港公立醫院 因為每天名額有限 要等三小時到五小時 流感即可能要等 九小時以上 新加坡公立醫院急診室 就診到陸院 平均要等一到七小時 等超過二十五小時的 也曾發生 而美國急診室 平均兩小時二十五分鐘 部分周甚至會等到四小時 通常PPO的保險金額也比較高 也不太會有人直接去醫院去掛號的狀況 那我們自己也是去的時候也都沒什麼人排隊 醫師也建議不需要有醫院迷思 要預約可能還要等很久 身體不舒服 心情恐怕也大受影響 記者黃明君 張崎玉台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